哈囉 大家好 我是LOKA 好康就是留給你 這集臥龍昌天雲露的開箱啦 要來送三件帽T 那這三件帽T的部分 只要你在下方留言 指定的文字之後呢 就可以抽給你 我會把那個相關的抽獎訊息 放在說明欄裡面 有興趣的一定要去參加一下 那我們今天來開箱的 是PS5版本的臥龍典藏版 真的是非常開心啦 雖然說這次臥龍呢 其實在XGP上面也是有的 如果你是本身 就有Xbox Game Pass的訂閱者呢 他可以直接載出來 就可以玩得到 那目前為止也都已經上線了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這個有前提啦 就是你有Xbox的主機嘛 然後你還需要有Xbox Game Pass的訂閱 如果沒有的話沒關係 PS5也有 也可以玩得到 這組的外盒呢 長相就如同這個樣子 其實非常臥龍昌天雲露的風格 然後在背面這裡啊 有寫上他裡面內附的一些東西 其實我自己是蠻喜歡這款遊戲的題材 因為三國志啦 真的對這個年紀的男生腦非常的對味 第一個是出現一個祝龍法冠 這應該是頭上的造型部分 它是一個下載序號 接著有一片 PS5的我龍 長天雲露遊戲片 那遊戲的部分是單人自己玩 可以支援到連線 這類型的遊戲啊 其實它們的難度都還蠻高的 但是如果你想降難度的話 其實連線就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方式 然後它再連線的話 也是需要有PlayStation Plus的會員喔 才能夠連線的 那裡面需要的容量是45GB以上 有支援到它的震動效果 我自己是比較期待 因為昨天晚上我有玩了 Xbox Game Pass的版本 它的震動呢還算細膩 不過PS5它的知識硬板機 也算是一個頗有特色的 一種在玩的時候 感受起來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OK那接著有一個原生CD帶 那這裡面呢總共有10首的曲目喔 不過它的音樂 其實就我昨天晚上玩起來 有一些啦 怎麼聽起來會比較陰森一點 就三國的遊戲 但是帶有一點點惡靈古堡的感覺 包含一些BOSS也是一樣 然後再來是原創的畫集 我昨天打掉的張良在這邊 貂蟬 貂蟬 這邊有真是 不過它的人物啊 以我目前為止這樣看起來 我是覺得好像身材來說 都比較矮小一點 然後都比較壯一點點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比例上的問題 所以才會看起來像這個樣子 除了有人物以外啦 也有一些場景的繪製 包含後面有一些 這個應該是類似分鏡圖的東西 在遊戲裡面你應該會感受到的 就連一些小腰模的設定啊 全部都可以看得到喔 接著是一件 這應該是T恤 它的Size是FreeSize的 前面有一個臥龍 那這個就轉秀的啦 帽T的部分啊是這個 它前面有寫上一拜塗地吧 一拜塗地的話是用黑色的 那因為它是黑色底 這個的話是用亮面的黑色的 可能在畫面上看不太清楚 但是它有一個你可以看得到一拜塗地的部分 這裡有報仇雪恨 然後有一個人物的示意圖 這個應該算是棒數比較厚一點的那個帽提 所以說如果你有喜歡的 記得在下方的說明欄裡面 找到抽獎的相關說明 裡面除了有光碟以外 還有附上一張白虎鎧甲 那這個也是一樣下載序號在上面喔 接著我還有拿到一個小小的實體特點 這個的話看起來有點像是CD的外盒嗎 這看起來很特別耶 你看它上面這個 比較朦朧3D化的關羽 撐起來之後呢 就是一個PS5CD盒的套子 然後直接這樣子 可以把它蓋起來 欸 套上去之後又有另外一種質感 哇 背面有寫上 克敵至聖 質感來說還不錯 而且對於你的CD來說 就多了一個保護 而且如果放在CD架上啊 它也會變成一個比較有特色的存在 OK 看完開箱之後呢 我們就來稍微聊一下遊戲的一些心得啦 不過玩法的部分呢 因為有蠻多人了 已經有發布了整個破關之後的心得分享 那我覺得那個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資料也整理得相當豐富 我自己呢也準備稍微去看一下喔 那目前為止啊 我聊一些我自己的玩過之後的想法 那首先它的玩法呢 是跟隻狼啊 魂系的遊戲比較類似 但是因為是 Team Ninja所製作的 所以會跟人王的感覺更相似一點 我覺得整理的節奏來說會比較快 整個背景故事啊 是以三國來講 雖然說也有點妖魔化的感覺 但是你玩起來還是很有三國制的那種歷史味道 裡面的一些場景啊 故事啊 還有包含人物的登場等等的喔 都會是比較大家所耳熟能詳的三國人物的角色 跟整個時空背景 那節奏上來說真的是比較快一點啦 雖然說可以防 但我個人呢 是比較喜歡用化解來破對方的招式 它的化解啊 會有點類似敵人在施展連續季的時候 我們抓空檔閃它一下 然後可以讓敵人失去重心 停止攻擊 出現空檔呢 基本上就是攻擊時刻 那如果對方發紅招 也就是類似大招的效果 在這邊來應該是叫做殺招 只要化解的好 基本上就有機會來一個大反擊 直接扣敵人超大一格的鞋 所以化解啊 其實在這款遊戲當中 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一個功能 那它有點像是在玩音樂遊戲的感覺喔 你只要按對時機XN的時候 閃出來啊 就是可以自己不用扣血 敵人呢 又會停在那邊 盾個幾秒給你打好玩的 那個感覺真的是非常棒 那每一個敵人呢 都有不同的招式在出 但是他們固定那幾招 只要一開始啊 稍微的去慢慢習慣它之後 想要用化解來邊閃邊反擊啦 就會比較容易中一點 那真的剛開始在玩喔 是非常誇張的招 因為你不習慣它的盾點 想要用化解來邊閃邊反擊 那個盾點的閃避方式啦 真的會有點難抓拍子 那把它想成太古達人之類的音樂遊戲喔 或許會比較簡單一點 攻擊一兩下的招式再發啦 有的會比較快 有的則是會比較慢 這個你只要看起手式啦 稍微習慣它的節拍喔 像有的可能半拍就出來了 有的呢 可能要鬥個一拍到一拍半 甚至到兩拍 有的啊 可能就是連續的半拍 啪啪啪啪 連續打出來 所以我們就要必須跟著它的節奏一起閃 那有些紅招啊 在準備的時期啊 會比較久一點 它有點類似在集氣的感覺 在它衝過來一直到我們面前 要準備攻擊到我們的時候 會有一個蠻奇妙的盾點 那個就是破綻 化解下去就對了 然後還有一些招式啊 是它在手部揮舞的時候 招式還沒出現喔 是閃避沒有用的 因為就必須等它的招式出現之後 才會幫我們閃避 那這個的話 就是真的要習慣它的拍子啦 跟它的起手式 會衍生出來的是哪一個招式 這個在熟悉之後 打了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不過敵人呢 紅招它有時候也是會連續發動 所以我們不一定要急著反擊回去 抓到正正的空檔 再把它打回去 就有機會可以扣它更多的血 而且如果面對紅招化解得好的話 基本上就有機會 真的可以扣敵人超大一格血 扣的這個大格血量 在遊戲當中 可能你只要施展出個幾次 就有機會可以把它KO掉 所以真的非常重要 那難度上來講的話 一定是有的 因為這種類型的遊戲 它都是比較偏難 偏硬派的 如果說 你是一個晚上沒有辦法接受自己 可能10個 3 5 10次 還在挑戰同一個角色 基本上 這個遊戲 你可能要再稍微觀望一點 但我認真講 你在玩這類型的遊戲 雖然難度很高 但是可以獲得的 成就感也是相對非常的大 那它還是有些比較可以化解難度的地方 就是稍微降低我們自己在玩的難度 第一個就是 如果真的 你都一直打不過的話 就先去練功 那練功的方式有很多 我有聽到有人在打第一個BOSS的時候 張良 光是打第一個BOSS 張良 他就練到了25級 我是覺得有點扯 到底怎麼練的 有這種毅力 可以直接把它升到25級再來打 然後 他告訴我的心得是 打起來超級輕鬆的 整個就是碾壓過去 當然 我是沒有以25級去打張良的狀態 所以 我也沒有體驗到這樣子的感受 兩次再過 大概都是7級8級左右 就把它給打敗了 所以25級 真的是差有點遠 光是我們的攻擊 整體的防禦 能力 應該都有非常大的差異 所以你在練功的話 就是在同一個地點 你只要找到軍旗的位置 去重複休息 然後重複打附近的怪 清完一輪之後 就回來再休息 因為只要休息之後 他就會再度復活 那再去清一輪 這樣子 持續的重複清 重複清 重複清 越來越簡單的狀況之下 你也可以累積越來越多的經驗 去幫自己先升級一下 能力只要增加 尤其是血格增加 再打起來就會更加簡單一點 當然除了這一招 如果你還是過不了 而且嫌太慢的話 還有一個大招 就是找人來支援 這種遊戲 大部分也都會支援到 連線的功能 連線的功能 你可以找網路上不認識的人 也可以找自己認識的朋友 但是有一個跨平台的問題 目前為止我稍微了解一下 好像它是不支援到跨平台的 就是該平台 你可以支援在該平台上面 一起互相連線 來去解決 你們想要過的這些關卡 但是如果你是跨平台的 也許就暫時無緣 那這個部分 可以把難度稍微降低一下 喝喝藥水 還是要丟一些BUFF的技能 都是OK的 那武器 遠攻 防具 裝飾品的部分 在裡面 其實都有蠻簡單的中文字解說 可以利用這些看得到的字意解釋 來去做一個增減 頭盔的部分 是可以把它關掉 不要顯示的 另外還有一個 我也是會建議一下 它還有一個HDR功能 假設你的電視 或者是你的螢幕油的話 也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動態模糊 這個可以依照你 在玩這樣子的遊戲 會不會感受到 有一點暈眩感 裡面都有一些東西 可以做點調整 調完之後 也許就可以讓你玩起來 更加舒服一點 當然這HDR打開來之後 畫質整個會大大提升 重量其實才是在裝備裡面 最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種遊戲 它大部分也會有一個負重狀況 可是你把東西帶在身上 它不會算到重量 只有你把它裝備起來 重量問題才會浮現 如果是在過重的狀況 正常來說整個反應都會變慢 那你在打敵人的時候 整個靈敏程度就會大大降低 這個也是有兩種解法 第一個是 不要穿那麼好的 那麼重的防具 第二個就是隨著升級的時候 可以去增加自己的負重 這樣子都可以讓你的裝備 在穿的時候 可以有更大幅度的強化 那當然也有人會挑戰自我 可能就是全部拖光光去打 也是OK的 那當然它還有法術 可以使用 這些法術有攻擊的 增加防禦 增加速度的 各種不同的法術功能 有一些還可以丟給敵人 扣血的buff等等的 還有讓自己自身增加能力的buff等等的 但是這個buff 怎麼時間好像非常的短 在一場戰鬥當中 基本上就要放個好幾次 不然它可是一下下就會消失掉它的效果 這一塊也都可以拿來運用 那之後會不會有比較強一點的 因為我還沒有看相關的解釋 所以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更強一點的法術 玩起來會比較外向人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的化解 基本上已經是非常的精華了 如果在這款遊戲當中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節奏派的遊戲來看 好好的去使用化解的功能 來躲避敵人的任何一招 而且你可以藉由這個躲避的方式 來去做適當的反擊 甚至抓它的殺招 也就是它的紅招 來做一個比較大幅度的反擊 也是非常OK的 那再玩起來啦 我覺得成就感是有 不過你的大拇指可能會有點小小痛痛的 像我現在呢 就是因為昨晚打張兩次打得非常激動 所以現在右手的大拇指 是有稍稍的痛痛的感覺 好啦 那麼今天這一隻臥龍蒼天雲若的簡單心得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之後可能還是會開直播來繼續玩一下 有一點自虐沒有錯 不過三國的嘛 可能就是看待三國的這個主題啦 所以還是有機會開直播 來跟大家一起互動一下 喜歡在直播上面一起互動的玩家 就記得要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才不會漏掉直播的一些消息啦 OK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也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